看到这种舌太厚厚的一层,不用多问,阳气损耗的可是太严重了。 首先,舌太白且腻,厚厚的一层,像盖了一层被子。 再者呢,整体舌头非常水滑,并且舌面还有裂纹。 看懂了吗?这就是平常不知道节制,管不住手,导致的肾阳损耗严重的情况。 另外,这嘴也管不住,皮阳也是虚损的厉害,总的来说就是皮肾两须加阳须的情况了。 皮肾阳须的时间一长,就会生湿,这湿气肠气在身体里,因此也会不断的虚耗阳气,这样反反复复,可不就把身体给掏空了吗? 不只胃寒怕冷,腰气冷痛得很,这食欲也好不到哪去,并且还有四肢沉重乏力,小便清肠,夜尿多,大便不成型的问题。 这种舌头呀,不管是先天之阳,还是后天之本,这损耗的阳气都得赶紧补上了,温中健脾。 温补肾阳就是关键了,不过,还要注意节制,还有养好的饮食习惯也要养成了,也能起到辅助作用。 可不能一边补一边漏了。